欢迎回来新闻眼正在直播 我是金思辰 来看一起案件 今天下午两点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 北京市大兴区 今天早上六点发生了一起持刀劫持人质事件 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 成功解救两名人质 北京警方介绍 早上六点多 大兴区某酒店服务员报警 两名客人被另一名住店的男子持刀劫持 警方赶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两名客人被劫持在酒店五层的一个房间 房门被反锁 并用沙发顶住 由于犯罪嫌疑人情绪比较激动 威胁到了现场人质的安全 警方一方面安排民警与嫌疑人谈判 全力缓和嫌疑人的情绪 同时部署专业处置力量 做好弓箭突入准备 八点左右 特警队员趁嫌疑人不备 抓住有力时机突入房间 将嫌疑人控制 成功解救两名人质 现场处置过程 无人员伤亡 经初步审查 犯罪嫌疑人名叫王某 天津人因经济纠纷 劫持了两名氏主目击案件 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